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,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,五岁的时候,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艰难的岁月,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栗树下,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锤,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,锤打野菜的情景,绿色的枝叶流到地上,见到母亲的胸前,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枝叶苦涩的气味, 那棒锤打野菜发出的声音,沉默而潮湿,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的紧缩,这是一个有声音,有颜色,有气味的画面,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,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,我用耳朵,鼻子,眼睛,身体来把握生活,来感受事物,储存在我脑海里的记忆,都是这样的有声音,有颜色,有气味,有形状的力量, 活生生的综合性形象,这种感受生活和记忆失误的方式,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小说的面貌和特质,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,让我难以忘却的是,愁容满面的母亲,在辛苦的劳作时,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,当时,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,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, 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,她一边吃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,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,这一细节,直到今天,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她所包含的意义,我母亲没读过书,不认识文字,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, 真是难以尽数,战争,饥饿,疾病,在那样的苦难中,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,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机场碌碌,疾病产生时还能歌唱,我在母亲生前,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,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,有一段时间,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,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怖, 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,父亲被人诬陷,家里存粮无多,母亲就病复发,无间意志,我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,每当我下宫归来时,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,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,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,有一次下宫回来已是傍晚,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,我急忙跑到牛栏, 墨房,厕所里去寻找,都没有母亲的踪影,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,不由得大声哭起来,这时,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,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,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, 她追问,我为什么哭,我含糊其词,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,母亲理解了我的意思,她对我说,孩子,放心吧,爷王爷不叫我是不回去的,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,但是我陡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,多少年后,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, 心中更是充满了感动,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,活下去,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,现在,尽管母亲已经被爷王爷叫去了, 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,将永远伴随着我,激励着我,我曾经从电视上看到过一个,让我终生难忘的画面,以色列中炮轰击贝鲁特后,滚滚的宵夜上位翻去,一个面容憔悴,身上张满泥土的老太太,便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,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, 她站在路边搅拌蔬菜,但记者把摄像机对着踏实,她高高的举起拳头,嗓音思雅但异常坚定的说,我们是世代大生活在这块土地上,即使吃这里的沙土,我们也能活下去,老太太的话让我感到惊心动魄,女人,母亲,土地,生命,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斑腾着, 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,这种即使吃着沙土,也要活下去的信念,正是人类历尽劫难,而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,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,也正是文学的灵魂。 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,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,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,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,保管员说, 谁学的最像,豆饼就赏赐给谁,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,大家都学的很像,保管员便把那块豆饼,远远的震了出去。 孩子们蜂拥而上抢毒那块豆饼,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到眼里,回家后,父亲严厉的批评了我,爷爷也严厉的批评了我。 爷爷对我说,嘴巴就是一个孤岛,无论是山珍海味,还是草根树皮,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,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? 人应该有骨气,他们的话,当时并不能舒服我,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,但我也感到了他们的话里有一种尊严,这是人的尊严,也是人的风度,人, 不能像狗一样活着,我的母亲教育我,人要忍受苦难,不屈不挠地活下去,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,也有尊严地活着,他们的教育,尽管我当时并不能很好的理解, 但也使我获得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,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,使我认识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,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, 许多年后,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,这些体验,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,我的小说里之所以有那么多严酷的现实描写,和对人性的黑暗毫不流行的偷袭,是与过去的生活经验逆不可分的, 当然,在揭示社会黑暗和偷袭人性残忍时,我也没有忘记人性中高贵的有尊严的一面, 因为我的父母,祖父母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,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, 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,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